清晨,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塔格拉克村的村民们开启了一天的忙碌生活 过去,这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木叶村 村民们收入低,经济来源单一 从2020年开始,该村80%的村民都吃上了旅游饭 同时,村民们以土地入股旅游公司的方式将全村1500亩土地统一开发 打造成天山花海等景区 如今,村民们不仅可以拿到旅游公司分红 同时,也在旅游景区就业 从而有了稳定的收入 村民努尔卡日埃买尔的家里有7亩地 由于当地海拔高,农作物不易生长 以前埃买尔的家年人均收入不到1万元 听说旅游公司要在村里搞旅游开发 它第一个把自家的土地承包给了旅游公司 2021年,拿上了3500元的分红 同时,在旅游景区滑雪场成为一名电工 这位正在滑雪场工作的女孩 叫迪利胡马艾买提 没有到景区工作之前 四处打工,收入不稳定 现在,艾买提成为滑雪场的一名员工 稳定的收入让他自信了不少 2020年以来,新疆阿克苏地区大力发展塔村旅游业 引进大型滑雪场、玻璃滑道、火车民宿、星空帐篷等项目 成功创造了桂圆田居塔村乡村旅游品牌 旅游开发以后,我们村民的收入来源非常多了 哪一方面呢,比如说土地旅卷 在我们公司身边把农民的地我们租过来 然后我们从事旅游开发了 然后农民一边把土地旅卷给我们春红 另一边他们先进以后 就是我们滑雪场一样的旅游开发地来上班工作 他们这个村民的现在这边上班工作 最高的是五千块钱了 这么多的松位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